听说烩面贵 对比一些老店的小吃 尤其是味好点的 它比烩面还贵 老店新开 来找找回忆 上一次吃他们家 还是01年 来辣妹 必点的几样 第一个养药串 结果它现在是炸的 不是店烤的了 8块钱一串 别说 除了不是店烤的 这个肉的厚度 这个嫩度 这个味道 腌过的辣椒的这个味道 你进嘴 就是当年那个味 满满全是回忆 吃凉面 这是第二地点 它不同于四川 重庆 或者其他凉面 它是二宽面条 不知道你们在家 有没有下这种面条 弄点芝麻酱 蒜折折去调凉面 8块钱一份 我只一份 点一块羊串 羊串你一口四百 这你一口可四百不了 它这个没有什么蒜味 主要是以酸辣为主 这个辣 辣的流口水 它这个味道能保持住 真可以 酸辣粉出现了 二一就是那么的迷你 2001年吃 它的碗大概就是这么大 二三年吃 还是这么大 它不是单锅单做的 它是一锅 烤好的味 然后粉条进去煮 盛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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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啊 有一点点海带 香菜也是菜 味道 今天刚开 这个汤味没把握好 还是这个粉条煮的 不像以前一直在那煮 这刚第一锅 粉条没吃进去味 是我记错了 它咋叫麻辣粉啊 以前不是酸辣粉吗 自己放错 麻 很麻 从嘴唇到嗓子眼的麻 这个辣 是从嘴唇到嗓子眼的辣 如果他们家酸辣粉 这个量卖十一 那维斯路酸辣粉卖十四 不贵 食属吃不起系列 这个可以 多泡一会儿再吃 要不然不入味 粉条的弹啊 滑啊 你们都看得到 没毛病 怎么讲 嗯 都说会面贵 对比一些老店的小吃 尤其是味好点的 它比会面还贵 失费 有 aeros 妈 是 生 感谢观看